各位好 今天还是双更一下 这耽误了时间了 不好意思 今儿第二更是为什么必须得说两句呢 这两天不是网上有一个西安地铁 西安地铁那块有一保安 就是在他所谓执法的时候 就把一女士整个衣服都给衬掉了 什么脱光了似的 这事儿大家就都是在这儿在各个纷纷的在讨论 到底它是诚诚心的呀 还是不是诚心的呀 他执法是合适啊 还是不合适啊 其实是这样 我从几个方面跟大家聊聊这事 首先第一件事我必须跟大家说一下 我作为一个媒体人看这事 我先看的是什么呢 报道 到现在为止 所有的报道 全都是基于那一段拍下来的视频 媒体在真正的媒体的调查采访 以及交叉比对证据 全部都是失效的 您理解这事了吗 全都是失效 就是它等于是这件事情出来以后 我们只能够对着最初的原始素材 你发表你的评论 你占你的胃 但是原本应该把这件事情整体说出来的 总结出来的媒体失踪了 您看到没 他没了 您理解这事了吗 就是说 不是说每件事情媒体都要直播 但是这样的事情居然就没有媒体真正的能够去跟进 说明什么 说明两件事 第一件事 媒体已经衰落到这个程度了 它的能力不足 第二 整体的舆论环境 包括可能是西安有一个特殊情况 就是那地方特别保守 我写过一个文章 我说西安这地儿古风盎然 古意盎然 整体来讲还跟有皇帝在城里住着似的 对吧 那也有可能是西安整体的媒体环境 让他们没有办法去报道 但是也说明我们的媒体已经没有这种突防能力了 他没有办法去在几天之内夸突进去 把这事情1234给你弄清楚 媒体的失位 对吧 那就会造成这件事情注射分域 当然你即使媒体不失位 你也有可能从各个角度来评论这件事情 可是因为媒体的失位 我们没有办法去讨论这件事情 你到底是他妈怎么回事 对吧 它的前因后果 其他人的观感和整体的处理是怎么流程怎么出来的 你媒体失位以后 你就没有办法去进行任何情况下的监督 你去讨论 往下讨论 你全都是建立在一根独角上 这个独角只有那个视频 对吧 还有一个 可能还有一个 就是西安地铁公司出那狗屁不是的说明 一个官方机构出了一个狗屁不是的说明 你用它来进行讨论 你只能说 你只能骂一句这个官方机构傻逼吗 对不对 这是一个 那就证明来说 我们现在的大陆的媒体环境 已经恶劣到什么样的程度上 即使像这样的事情 它都无法让大家知道一个全去全尾的过程 对吧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 第二件事情是有没有执法权 说真的就是到今天为止 还有人不理解这件事情吗 国家的暴力机构 你们当年学的 包括我当年学的 只有合法的只有警察 对吧 甚至包括武警 对不对 警察和军队是国家合法的暴力机构 保安从来不是中国家合法的暴力机构 是没有主动出击权的 您理解这意思吗 就是说你保安不是说保安你不能够动手 对吧 要不然要你保安干嘛使 你在那你当人肉盾牌吗 在那是不是在那扛 扛炮死的暴打 不是这个道理 保安是没有主动去攻击对方的权利的 军队和警察都有 对吧 你比如警察抓犯人 犯人在那没动窝 但是警察可以扑上去 怕给他摁到 那保安是不行的 保安得等人家去动了手了 你才能够维持这个秩序 你不能先动手 你是没有这个暴力权利的 你是没有这种执法权的 甚至包括辅警也一样 对吧 原来那辅警作业作福的多了 现在小地方还有 但是真正大城市辅警 俩辅警他一定得跟一警察 不然的话 从法律意义上 他是没有执法权的 其实包括城管也在那 就是说那你为什么不说城管 城管那么那什么 城管本身就不合法 城管本身从行政取合法上 而言他不能算是真正合法的一个机构 甭说他暴力机构了 对不对 那都是当地各个地方 就是给他们私下这种权利 对吧 这是第二件事 这个东西不用讨论 你应该是明白这个讨论的 对不对 那当时保安他应该做什么 他应该等正规的警方到场 地铁是有警察的 有警察机构常驻的 然后你因为不能制服 你协助警察 你可以进行进行某些这个暴力性的制服啊 什么的这些 这些动作 对吧 你自己是没有执法权的 主动的执法权你是没有的 对不对 那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很简单 就是说有很多人在争 说这个保安是成心的呢 还是没注意把这女孩的衣服给脱了 怎么说呢 就是你争这事啊 我觉得特别无聊 我这个从两个方面跟您说 第一件 第一方面是什么 第一方面是哥们是练巴柔 对吧 我练过点柔道 我练过点巴柔 我练MMA的吗 MMA对吧 那个他中间有地面剂 还有各种摔法 头法 没有人 就是你抓一个人的时候 你想把一个人的衣服整个脱下来 如果你撕烂 我什么都不说 你手劲够大 衣服够糙 这个有可能 你想整个的把一个人的衣服脱下来 这么直接给撑下来 其实是一特别困难的事 为什么这是 他那东西他不是跨栏背心 如果他是小吊带 我这都不说什么 如果是一个整体连衣裙带肩 这块都带着连衣裙 你想给他整个从头插这么 这么 就是你无意当中给拖来 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得这么举起手来 你知道吗 举起手来 你得这么着撑他 然后这块整个 这个地方整个是个着的 而且但凡是说 但凡是说 就是说你是一个明白事的人 男人他不会干这种事 这事什么时候经常干 拖当众脱人衣服 这是女人抓小三的时候经常干 一般到这个位置就撒手了 您理解这意思吧 一般不论怎么样就撒手了 不会这么脱 这个其实我跟您说 就我个人这经历 就是说在外面打斗的经验 我当然没跟女的打过 我跟男的打过 这东西我要摔人或者是怎么样 它的力量是往下的 它是一定是往下 你哪怕这么撑 它的劲头是往回这么撑 它不是往上 这样 这么着 整个把人这么低下来 没那么干活的 不那么打架 您知道吗 制服别人也不这么干 所以说您知道这是怎么意思 我跟您解释一下 这个基本上是这样 这个基本是一种性羞辱 我把你衣服撂起来 你就走光了 你只要走光了 你不就老实了吗 你得先捂自己 对不对 OK好 制服你的一种方式 当众的性羞辱 然后达成这种目标 然后 玩大了 这个太简单了 你看所有的 所有的在街面上 针对女人 包括女人对女人 比如抓小三什么的 从车拢出来 脱衣服 对吧 当众的性羞辱 这个是很正常的 警察 警察不干这事 为什么 警察自己都怕 卧槽 说他妈的 你可别脱衣服 你脱衣服 我这 我这没法交代了 您知道吗 正经警察都不干这事 只有这种人 为什么会这种人是这样 我跟您说 什么时候 也是 也是 这个 伪军 比正规鬼子 那个 较劲 您知道吧 这好像就 这好像是说 说我们这帮人 我们有惊日 对不对 我们现在生活在日本 他是这样 就是说 他这个普从军大 一般而言 比这个正规军 战斗力差 但是凶狠程度要高 对不如自己的这个人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种权力的下 权力的下潜 它是带一种授权性质 而这个授权 往往是不确定的 你必须要做出这种成绩来 让你的主子能够 这个把这个权力 尽量多的下给你 你才能得到这种授权 就是权力的渗透 权力的下放 你知道吧 所以呢 很多时候 就是保安 辅警 比这个 比这个正规 有正规权力的警察 要凶狠 城管也一样 城管的大部分是临时工 临时工比那些正式 有正式编制的要凶狠 我给你讲一事 有一年 就是我那会儿 我第一位太太还没有去世 我们两个人 在国内开车旅游 就走到了一个 我忘了是 大概安徽的一个小县城 天晚了 就因为也不懂那个地方的 我甚至都记不着那东西 那个地方的名字了 就到了县城里边 然后呢 就是看随便找个地住吧 已经很晚了 那个时代 斜城还 斜城还没怎么样呢 您知道吧 就是没有 甚至我们还没有手机上 没有那个什么谷歌地图 都没有智能手机呢 说白了 你当时就临时去找一个酒店 这酒店那会儿真不懂 那是真不懂 你虽然我是当记者 但是我那些东西还真是有时候不知道 那个酒店灯光挺奇怪的 是粉红色的 后来我才想明白 我说坏了 他妈住错地了 这地应该是那种 就是卖淫嫖娼那种地方 但是你到了 你到了 你反正我没在意就住进去了 住到半夜 光当那门 酒店门就给你开开了 冲进三个人来 警察 俩辅警 那俩辅警那太多 我操 你见过土匪什么样吗 那就他们那德行 当时我就惊了 我说你们他妈怎么进来的 然后警察挺客气 他说 我们现在在查房 我说查房这也他妈不对 这你怎么进来 那俩那俩那附近 这老个大个 我开始跟我交进 啪的把记者甩他脸上 我说你跟我说清楚 这个说实 我是因为当时做记者 确实记者在那个时代 在中国是有一定特权的 他比很多地方 他是比较怕这个 然后我说这是我太太 我说我们俩开车旅游 车停在下面 金牌那辆车 然后你现在看好了 你他妈跟我说清楚 你今天你怎么进来的 到这会儿的时候 终于这俩傻逼知道 可能踢在铁板上了 没敢怎么样 因为这一说起二十多年前了 然后警察赶紧抱歉 不好意思 这个是上命所派 人家挺客气 上命所派 我们也是没办法 您多担待 您看怎么样 我帮您把酒店的费用 给跟他们说一下 我说关你毛事 我要想免费住 我直接给这边 给你宣伤不打电话好不好 对不对 当时就 你因为你半夜 你也不能怎么样 你能怎么着 对不对 就算了 就算了 这事 就是你就可以看出 当时他们是急于立功 他比警察那个凶狠劲可大多了 所以保安这件事情 说白了 就是这种上边授权 但是授权没有多明确 可是他又要表现 他进行了一次当众的性羞辱 希望能够把这件事情 直接通过这个性羞辱 制住这个女人 简单吧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件事情您看到了 首先媒体缺位了 然后授权不明确 最后他用的这种模式 他其实不是一个男女对立的问题 他是一个整体社会的权力的授受的问题 以及监督权力缺位的问题 所以您看这件事 这不就很清晰明了了吗 是吧 按我的这个角度给您分析一下 您认可不认可 我反正外部了 好 谢谢 拜拜 我记得了 今天的重度